好,現在開始了 開始了 各位網友大家好 現在我們做這種講座方式 我也不是很習慣 而且也沒有任何那種屏幕 所以全部憑記憶 我本來是 他是导致写了一个东西 写了一个PPT 但是现在也没法看 所以就想到哪儿讲哪儿 大家就等于是看菜吃饭了 那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就是 民主、人权、群体、权戒、紧急状态 就是这几个词 副标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谈到这个问题 当然是和疫情有关 就是从传球疫情看 传球疫情下的一个反思 首先我们要说这一次这个疫情 应该说对全世界都是一个考试 这个考试包括两种 一个是对执政者的考试 一个是对这个体制的考试 就是这个政治体制的考试 而且应该说 对于不同体制的国家 这种两种考试的那个比重是不一样的 对于中国而言更多的是对执政者的考试 因为一个极权的体制 它的那个统治者的权力特别大的情况下 昏君和贤君 好皇帝和坏皇帝之间的差别就特别大 也可以做坏事 所以对于极权体制而言 这种考试主要是针对执政者的考试 对吧 我们如果说要问责 如果说要承道 要做褒贬评价 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执政者的 但是对民主国家 其实老实说 主要是对这个体制的考试 因为民主国家它的规矩太多 任何一个人 你做好事也不能乱做 做坏事也不能乱做 所以我觉得 比如说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 因为它是言论自由 所以对我们作为圈外的人 其实在我们看来 其实很多事情是随上台都得这么做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 当然主要就是一个 对他们那个体制的一个考验 那么现在这个疫情在中国已经 算是如果没有大的反复 那就可以算结束了 但是对他们来讲 在全世界的疫情 什么时候能结束 现在还看不到 现在还看不到那个头 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做一些比较了 那么毫无疑问 这一次疫情前半段主要是在中国发生的 后半段蔓延到全世界 那么在中国发生的时候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 对中国的批评都是很多的 即使中国其实对批评是压制的 但是仍然是铺田盖地 包括现在那么多人在骂方方 可是在疫情前半期 其实是没有什么人骂的 而且是 嗯 那个时候是批评 那个那个那个批评 批评这个这个 我们这个应对的这个 实施是战压倒有势的 那么 但是到了后半期呢 当然是应该说中国成功控制了疫情 而他们 控制的就很难 到现在也没有 也没有能够 真正控制住 这个当然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就是大家的批评 那个对国外的批评就很厉害 而对中国的那个称赞 尤其是国内就开始兴起来了 这个这里我要讲 这个疫情的变化 我觉得是很明显的 尽管中国是有言论管制 但是以前也管制 以后也管制 在同样管制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还是可以看到变化 首先我们讲这个 在疫情的前半段呢 毫无疑问是 中国是有很多问题的 这个问题我就不想做 讲一些别的 我只是说 我们有一位毫无疑问 是体制内的学者 而且他写这个文章 也是为了 也是很明显的是 是为了维护 但是他 我觉得他 谈得还是很对 他谈到的问题是非常尖锐的 但是他把问题的责任归咎于谁谁谁 这个是不是这样 一个人 我这里指的就是华生先生 华生毫无疑问的不是什么反对派 甚至应该说就是一个 维护体制的一个学者 但是他 大概已经我看到的已经有七八篇文章了吧 他是一直强调要追责的 当然他讲的罪责 那个罪相是不是 是不是很准 这个大家可以讨论 但是他讲的那个责 就已经挺吓人了 如果讲的简单一点的话 他就认为 就是在这个疫情的前期啊 就是他指责的那些人吧 是为了自己的乌纱帽 不顾人们死活 做了很多那种 在他看来甚至是违法的事 不是不知道 我们现在讲是什么 认识不足 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 就是为了自己的乌纱帽 就是为了自己的那个 官场利益 打压 打压吹哨人 掩盖疫情 传播错误信息等等等等 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而且 而且后来在封城以后 封城当然是很 当然是正确的 现在看起来 很多那个运作上的问题 包括那个 大量的死人的漏爆啦 包括那些封城期间的那些 可以说是 惨不忍睹的那些现象啦 还有包括那个 对捐赠物质的分配啦 红石智慧扮演的角色啦 等等等等 引起的批评都是很多的 但是应该承认这个封城是非常之有效的 而且现在看起来大概也是唯一有效的 对应这种 既没有育苗又没有抗生素 人类又没有自然能够形成的抗体 在这种条件下大概 这种强制隔离 也是唯一有效的方式 而我们的体制也的确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 所以 而且也的确是在维持 已经晚了 但是不算太晚的情况下采取了 措施的确和我们这个体制有关 而且说穿了就和我们低人权有关 所以我以前曾经讲过一个词叫低人权优势 以往我一般都是加引号的 意思是说这种优势 虽然好像是增加了GDP 但是实际上副作用很大 是不值得称赞的 所谓的优势只是就它 能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吸引资本 输出廉价商品这一点而言 但是具体的这一次的抗议 我觉得就这件事情而言 低人权优势可以不再引号 因为的确就是它的一项优势 而且这个优势也是应该利用的 是吧 因为它不像那个什么血汗劳工制度 什么什么这些一样 就是说是说起来虽然有经济上的好处 但是你要是不这样好像也不行 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事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肯定的 而就这一点而言 我觉得西方民主国家普遍这一次的表现都不如中国 就是在强制隔离的那个力度方面 而且老实说别的都不说 强制隔离的力度是这次抗议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老实说你要说我们的科技手段 几乎所有的科技手段 除了现在到底有没有效的有争议的中医以外 其他几乎所有的都是从西方来的 你要说你要说谁谁最先进的都很难说 基基也好 什么基因序列测评也好 甚至能够维持我们这种高强度强制隔离的那些信息手段也好 基本上都是西方人发明的 他们的这些方面并不亚于我们 但是他们就是没有我们做的那么厉害 所以这一点你不能不说是 关键就是这个东西 而且就这一点而言 我觉得西方普遍来讲 都不可能像中国这样做 不能说是什么特朗普特别差 还是谁谁谁特别差 曾经有人说 即使是民主国家也有做得很好的 他们原来举的例子就是什么 什么日本啊韩国啊 嗯 可是那个时候日本初期还好 现在也变得很严峻 所以很早的 我估计恐怕也要缓解了 这个不能说韩国就多么成功 普遍来讲 我觉得即使考虑到我们国内的那个 比如说那个感染人数和那个死的人数 可能都不准确 包括官方也是承认的 所以最近一次就把武汉的调高了 不做不好正好50% 那么很多人说你正好调高50% 说明这个数字也是有假的 不过这里我应该讲 你就算提高一倍 谢谢老师 美国的那个 报道的那个感染数和死亡数 就算他们的统计口径跟我们不一样 也实在是太些虎了 现在美国好像感染的 那个那个 确定感染的已经超过一百万了 你这个 你再怎么说 那么就是 其实老师说它就是和中国的数字一样 按照人口比例 它也应该比中国严重的 因为它的人口比中国低得多 对吧 所以何况它的人口还比中国少好多 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当然我觉得是挺糟糕的 那么挺糟糕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最近 关于这种分析中有一个说法 有两种说法我觉得是 我不太欣赏的 就是互相搞阴谋论 是吧 就是说是好像是 不是他们向我们传播 就是我们向他们传播 在那里追究这个责任 是吧 我觉得把这个事情说成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 本来就是很荒唐的事情 是吧 像这种自然灾害的这种东西 当然如果 如果确实发现有人在搞细菌战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假如没有这样一回事的话 那这种传球性疫情就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 我们也不能在这里做 那个国与国之间的那种 那种是非判断 效果好不好是可以说的 但是是非就很难说了 是吧 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在那里就做文化分析 大致就是说西方是什么个人主义文化 所以他们不能接受 而中国人好像是有什么喜欢戴口罩的特殊的文化 所以就特别 就是特别好搞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也是完全是胡说的 是吧 因为当然我们分析一下 这样说的朋友 其实可能也有两种动机 一种动机就是 可能就是他们真的文化自信爆棚 认为中国人的确就是 那个 那个 那个优等人种 或者优等文化 看不起别人 还有一种可能 我觉得就是我们那些自由化 自由派朋友 为了回避民主制度 在这次 在这次疫情中的困境 把它推到什么文化上去 人就这么写 和民主不民主无关 但是和文化有关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是吧 首先你要说 你要说中国人接受 接受那个 无论是接受强制隔离 还是戴口罩 其实都和高强度的那个强制有关 如果没有强制 你让大家自己选择 我觉得中国人和美国人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其实挺 我是不认为有什么区别的 而且在武汉封城之初 我们看到铺天盖地的抱怨 甚至有很多抗争 这个其实只不过这个抗争都被压下去了 是吧 如果封到一个像美国一样的体制 那恐怕你也够强 是吧 所以我觉得那个 中国人的那些听话 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体制的产物 而不是什么文化的产物 我相信就人性而言 在一般情况下 没有哪个民族是喜欢戴口罩的 是吧 而在特殊情况下 那么对于这种特殊状态的那个可怕程度 威胁程度有多高 那说实在的 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有不同的判断 是吧 肯定都会有人认为很严重 有人认为不严重 不严重的他就不在 这个真正的区别根本不存在于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之间 而是在每一个民族的内部都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 而且我相信这种东西都是正态分布的 是吧 就特别马大哈的人和特别那个敏感的人都是少数 大部分的人都还是 主要是从重 是吧 就是大家都说很严重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中国家的人不戴口罩 根本就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戴口罩 而是现在口罩在全世界都是紧缺的 现在大家都在进口口罩 这就足以说明问题并不在于 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有口罩不戴 而在于他们搞不到口罩 而如果口罩不能充分供应 那我觉得就不能提倡大家都戴口罩 是吧 大家都戴口罩这个好习 这是好习惯 但是只有在你能够供应的上的情况下 这才是好习惯 如果口罩稀缺 那当然就是 那就得首先满足 就是那个那个义务人员 敏感人 义感人群 是吧 那个体弱的 和那个 等等等等 那就得有个主 那就得有个主次 你不能说 就要求所有的人都戴 第一是口罩产能比较高 第二我们疫情又是先发的 我们不仅自己提高了口罩产量 还买光了几乎全世界的口罩 那当然中国可以戴口罩 那人家戴不了口罩 那这个事情和文化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是非常可疑的 所以我认为用文化来解释这个事 肯定是不能够成立的 是吧 讲得简单点 其实这一次中国的抗议 我这里指的是它蔓延到全世界以后 那当然就是明显的就是体现了这个集权制度的这个在应付这种事情上的一个有效性 但是当然了正是因为这种体制它本身特别集权 所以它有效不有效也取决于这个执政者 执政者可以做的很坏 这个在在这一次疫情之初 中国应该说已经体现了这个集权制度下有些人做的很差的一面 而且在中国这个体制的维持的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这种情况 是吧 像那个1966年就是因为毛泽东鼓吹大串联 导致那个中国空前绝后的一次流脑大流行 是吧 据说是死了16万人之多 是吧 那个那个包括那个虐疾也是 我专门写过关于抗虐的文章 在文革期间 中国的虐疾至少在我们那个地方也是爆发性的流行 说是那个脱油油搞那个清豪树 说是为了原液抗美 其实完全是胡说的 在他搞的那个时候 中国的疫情比越南一点都不差 他本身就是为了应付中国当时那个 那个瘧疾爆发性流行的那个趋势的 是吧 所以 但是这两次疫情也的确是这样 就是原来就是因为那个 那个那个统治者无所作为 甚至有意识地鼓动打 你像毛泽东鼓吹一大串联 和武汉搞的那个万人宴不是同样一回事吗 都是用政治权力来让大家密切接触 是吧 本来在正常情况下 都不会有这样的密切接触的 结果他就是用政治权力来这么搞 那导致不可收拾的后果 是吧 所以这个权力大了以后 他当然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 但是我们可以说 在这个封城这个问题上 他的确是做的是最有效 而且现在看起来啊 这个事情能够一下子能够解决 封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武汉实在是做的是非常极端的 他不仅封了城 而且封了小区 封了楼 封了门洞 甚至把很多人都封在家里头 连门都封了 甚至在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我们 老大去访问的时候 甚至还可以做到 每家派两个警察进家里头 守在阳台 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那个力度 哪一个国家能够实现呢 而且我这里要讲 从逻辑上来讲 的确是 像这样的这种 这种 它的确是可以最有效的阻断那个 阻断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传染 是吧 因为道理很简单嘛 我曾经说过一句 可能政治不正确 但是逻辑上 我觉得完全成立的话 如果你能够 那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武汉实在是做的是非常极端的 它不仅封了城 而且封了小区 封了楼 封了门洞 甚至把很多人都封在家里头 连门都封了 甚至在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我们 那个那个 老大去访问的时候 甚至还可以坐到 每家派两个警察进家里头 守在阳台 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那个力度 哪一个国家能够实现呢 而且我这里要讲 从逻辑上来讲 的确是像这样的这种 这种 它的确是可以最有效的阻断那个 阻断那个 那个 那个 传染 是吧 因为道理很简单嘛 我曾经说过一句 可能政治不正确 但是逻辑上 我觉得完全成立的话 如果你能够 如果你能够把整个疫区变成奥斯卫星 把所有的感染者都送进焚尸炉 那 完全可以在一个感染周期内 就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疫情彻底消灭掉 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 是吧 我觉得如果是有那样的那种疯狂的话 那会比现在的隔离效果更好 但是 但是 我们能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吗 那当然是不是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那种 像这样的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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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隔离的这种 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手段 那的确是我们对对付应付这一次疫情的一个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对 那个 那个 错误也是和这一点有关 但是总体来讲 还是不错的 是吧 就是做的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了 那么有些人就以此为 就是就是好像那个就就膨胀的很厉害 说是那个第一说是那个世界应该感谢我们 第二说世界还应该向我们抄作业 我觉得这两个说法都是很荒唐的 是吧 首先我们 虽然后来预防应付的遏止疫情是很有效果 但疫情毕竟是首先爆发在中国的 是吧 这里我要讲 疫情首先爆发在中国和病毒起源于哪里 这完全是不同的两个问题 是吧 不管病毒起源于哪里 但是中国 是首先大规模爆发疫情的 世界上的疫情基本上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是吧 当然现在也有人说什么9月份什么哪里就有 这个都是 至少是现在并没有几个人相信的 是吧 包括现在 我们现在经常指责美国说 12月 说是几号几号有了什么第一例 然后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 他们都浪费了三个月的时间 那他讲的第一例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这是我们官方的说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至于中国后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就想到一个 那就像当年那个西方白人 把天花带到了那个 带到了那新大陆 结果这新大陆引起大流行 造成很大的问题 但是最后 把天花给灭掉了的 还是西方人的那些先进科技啊 那不是印第安人应该感谢西方人 那是什么 遏制了天花呢 是吧 这个是到底是很简单的嘛 病是你传过去的 结果你把它给遏制住了 是吧 那只能说你弥补了你的过错嘛 是吧 这个也谈不上是人家要感谢你啊 是吧 第二 嗯 其实更值得分析的 就是所谓的操作业这个问题 我觉得啊 西方人如果要操作业 他也不用操中国的 因为我前面讲过 这个 我们现在讲西方 目前碰到的 那个防御困境 实际上就是高人权条件下的防御困境 这种高人权 在任何一个民族 都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西方也有敌人权的时代 那个时候的敌人权 也被抗议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是吧 所以我觉得 从 我们中国老实说 现在仍然维持了这个敌人权 所以这些措施在中国特别有效 是吧 不管是就戴口罩而言 尤其是就强制隔离而言 这都不是中国发明的 而且严格的说 都是西方发明的 是吧 而且他们发明的都很早 是吧 这个你要看一下 这个防疫史 是吧 包括什么口罩史 隔离史 这都可以做一个分析的 是吧 这都是很明显的 是吧 我们从最早开始 武汉封城的时候 西方曾经有很多人 一批批 说我们采取中世纪的抗议手段 来对付这个疫情多么多么的不人道 因为无论是不是中世纪 他们也得这么干 是吧 但是我觉得 这两个说法都是对的 第一是应该这么干 第二这种干法 的确是来自中世纪的 是吧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是吧 首先要讲 要讲口罩 是吧 这个口罩 现在已经有人写过什么口罩史 是吧 这个我觉得是很清楚的 是吧 这是那个 在那个十六世纪 欧洲 意大利 为了应付鼠疫 就发明了最原始的口罩 是吧 而且是 包括传身防护 也是那个时候搞的 是吧 因为 而且那个口罩除了隔离作用 那个 大家可能都看得到 是一个像鸟嘴一样的东西 在那个鸟嘴全部还放了一些药的 消毒作用啊 什么什么什么 后来到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 那些西方教科书 在1858年出版的教科书中 就已经有了我们现在 和我们现在的那个口罩 基本上差不多的口罩 是吧 而且 在中国 老实说 中国人有一个人在口罩上也有贡献 这就是马来西亚的 马来亚的华人 呃 武连德博士 对吧 他是英国培养的 在剑桥 嗯 毕业的 医学博士 后来 晚清时代 呃 呃 他被秦政府聘去做那个 1910年到东北去应付那个鼠疫 呃 他对这个 呃 他也是成功的实行那种强制戴口罩 而且他对口罩进行了一个改良 我们的那个口罩 最初发明的时候 其实主要是呃 除了那个防止细菌 防止那个感染以外 他更大的用途是什么防止沙尘呢 呃 什么什么化学 有毒气体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呃 所以那个 密封 就是抗菌性能并不是太好的 他还做过改良的 呃 在防御中大规模的强制性戴口罩 也是西方早有全力的 是吧 最近的一次就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 美国在很多地方 尤其是什么西雅图啊 这些地方 都曾经推出过强制戴口罩的那个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可以强制 不愿了 是吧 呃 再讲隔离 那更是这样 因为 老实说 呃 我曾经以前 呃 呃 这个疫情高潮期我写过一篇文章 说那个 呃 抗疫是一种紧急状态 但是不能当作战争 我说那个 它和战争的区别就在于 呃 战争有胜负的风险 抗疫是 只有代价大小的问题 从来没有疾病能够消灭人类的 就是人类消灭疾病 是吧 结果有一帮人就骂我 说 说哪有这么回事儿 说是古 那个以前 呃 旧社会 人们就根本不抗疫的 说是那个 那个 死人都 那个疾病过去都是靠这些人的 呃 自己的抵抗力 政府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是吧 说我们政府才做的事 完全这是胡说嘛 这些隔离就是人家开始搞的嘛 而且老实说 也不是哪个民族 我们说 从人之常情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对于传染病而言 人们想得到的 最原始的一个办法就是隔离 是吧 早期的人们既不知道疫苗 也不知道抗生素 也不知道病原体是什么 但是最蠢的人也知道 我跟一个病人呆了 我就可能传染上病 是吧 一个人得了病 全家都得了 这个这个是很原始的时代 人们都知道了 所以 所以隔离这个事情是 呃 很多民族在远古时代 就已经出台了 对那个传染病 隔离的制度 像那个 旧约的立位记 这个立位记 这本书一半的篇幅 都是讲隔离 隔离 隔离那个 它讲的那几种病 现在也有分歧 对吧 有一种就是麻风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还有一种叫 我们现在的圣经把它移成 叫漏症 这漏症是什么症 现在说不来 但是反正也是一种 是吧 然后那个摩西就说 这些人必须隔离一个礼拜 甚至隔离更长时间 还有的人需要终身隔离 那个时候都有这些说法 是吧 像那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那 在他的四部一点中也讲 对传染病就是要隔离 中国从东汉开始就有 就有这种对那个 隔离的那个制度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隔离制度 其实是一种 两级隔离制度 也就是说 它不仅包括对患者的隔离 而且包括对人员流动的隔离 是吧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 那个外面的人到北京 不管你有没有病毒的隔离 14天 像这样的制度 倒不是真的是所有的民族都有的 是吧 包括我们东汉 包括什么什么 那个时候都没有提到过这个 但是这个制度 现在已经考证出来最早 在1377年在威尼斯的商业城邦 就是那个拉古萨 可能很多人都去过的 现在叫杜布罗夫尼克 就是那个克罗地亚的城市 那是他们是最早的 是吧 而且 这个 这种两级隔离的这个名词 进入英语 也是从意大利进入英语的 是吧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当时那个拉古萨就规定 就是因为它是个通商港口嘛 就在疫情的时候 当时就出台一个规定 就是1377年 所以说 所有进入拉古那的船只必须隔离30天 所以 所以现在这个隔离这个词 就是意大利语的30天的意思 但是 后来又继续延长 延长为40天 陆路进入拉古萨的人 要隔离40天 因为拉古萨人认为 你坐船来的人 接触面比较小 是吧 如果你是从陆地进入的话 接触面更大 更容易 呃 呃 所以你从陆地进入拉古萨的人 呃 隔离时间要更长 今天我们对简欲隔离的那个 英文词就是 意大利语的40天这个概念 呃 你可以看到 当时的那个隔离强度 比我们现在还要大 我们现在只隔离14天 人家要隔离40天 是吧 而且那个时候就有了这种 啊 40天这种隔离和那个 我们像一般 都把它翻译成隔离的叫 insolution 这个词 是吧 这个词按照现在的那个 呃呃呃呃 防御制度是两个概念 但是我们汉语是不分的 这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也没有 我们以前在中国历史上 这种两极隔离制度 是吧 就是简欲隔离和那个呃呃 和治疗隔离这两种 不同的隔离方式 是吧 治疗隔离就是对患者的隔离 而且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好 呃 但是简欲隔离就是对 就是对人员流动的隔离 是吧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病 但是我就是要先把你管一段时间 是吧 就是这个所谓的简欲隔离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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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所谓的40天这个词 啊 这个这个 那个这两种制度是不不一样的 因为你 因为尤其是简欲隔离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比较晚 因为简欲隔离它既要隔离 呃 既要隔离那个那个那个 呃呃 呃 也要隔离 确定感染的人群 因为不知道你感染没有的 那你不能把这些人和和患者关在一起 但是你也不能让这些人和那个 嗯 一般的人接触 对吧 像像这样的 呃 这种制度都是在西方首先成为制度的 而且 到了十七十八世纪 这一套制度在西方是发展的非常之 那个那个那个 搞得很很热闹 对吧 呃 这里头有一个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人们发现育苗 发现抗生素都是很晚的事 基本上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 抗生素生这是二十世纪的事 呃 但是呃 西方在十六世纪以后 逐渐就 确立了主权国家的这个概念 那么主权国家 呃 他除了有更大的权力以外 也有更多的公共服务职能 我认为更重要的就是人们人权意识的提高 是吧 人们对隔离觉得是不能忍受 是吧 这个我觉得是呃 这个我觉得也是普世的 因为 对于隔离的反感也是一种 跨文化现象 嗯 我不说别的 中国在六十年代曾经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 叫做磨牙菜 不知道大家 呃 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 呃 比我们年轻的就不知道了 那里讲的是一个呃 呃 那个那个共产党解放了西双版纳以后的一个变化 所谓的磨牙菜这个故事就讲呃 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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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在这个电影中被骂得很厉害的一种 一种旧社会的习惯 就是把那个麻风病 把那个麻风病人都关在一个地方 然后 这里头就讲有一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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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这种制度来迫害那个 来迫害 呃呃 呃 就是把把不听他的话的人都呃 呃 就是叫做琵琶鬼 呃 呃 就关在那个地方 其实所谓的琵琶鬼是汉族的说法 那个就是 就是那个 呆语中的那个picto这个词 这个词的 呆语的意思就是 是个脏的人 是吧 实际上就是说他有传染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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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人权的做法 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概念的话 但以前大家都没这个概念 那么以后大家有了就不断地有这个事 所以从十九世纪开始 就不断地有很强烈地抨击那种不断隔离 甚至主张一般来讲不用隔离的那种舆论 而且几次不断地发生过那种 由于隔离期间受到的那种待遇 去政府道歉的那个事儿 最近的一次是2002年 日本首相小泉纯伊朗 还曾经为日本过去对麻风病人这一类的那些人的隔离 向社会道歉 所以这个本身它也是人权提高的一种表现 你要说西方人需要抄作业 实际上它根本不用抄中国 他们以前一直就这么干的 只不过现在他们好像觉得这个人权更重要了 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了而已 实际上以前谁不这么干呢 而且要说一边这么干一边还骂 那也不是他们 我们也是这样的 你看看那个磨牙菜就知道 而且虽然有磨牙菜这部电影 但是一直到我们当年插队的时候 还有到西双版纳的那个执行 专门写过文章我都看过 就说那个时候还有这种制度 就是把那个藏的人 所谓people给隔离到一个麻风村里头 什么什么什么这种制度 那个他就也是描写得很悲惨 这种情况就六心不认 就怎么如何如何如何 那当然把这个人是整得很厉害的了 所以这里我要讲 这种强制隔离制度 如果按照平常时期的眼光看 那当然是一个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不过要讲到这一点 我要讲很多中国人 包括对人权支持的中国人 对人权到底是什么 以及人权对人的福利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觉得人们不一定了解的很清楚 什么叫人权呢 其实讲的简单一点 人权就是人的权利 而权利就意味着自由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说 某件事情是我的权利 这就意味着我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因为我是不能做的 那我就没有这个权利 如果这件事情是我必须做的 那它就不是我的权利 而是我的义务了 是吧 比如说在隔离这件事情上 是吧 如果说我能够待在家里 也能够走出来 那待在家里就是我的权利 走出来也是我的权利 是吧 也就是说我可以待在家里也可以不在 但是如果我必须待在家里 那我就没有了走出来的权利 同时我待在家里也就不是我的权利了 我待在家里就变成了我的义务了 是吧 反过来讲你也可以说 我在外面如果是不自由的 那我也同样没有这个权利 是吧 老师说 我命令你必须待在家里 和我命令你不准待在家里 一样都是侵犯你的权利 是吧 我就把你带走了 不让你回家 管在家里 不让你外出 其实都是在剥夺你的权利嘛 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吧 那么 权利既然是自由 那它当然就是和 人们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事情的能力有关 比如说美国有 美国人 美国 美国允许他的公民有持枪 这些权利 那这个就是美国的人权 是吧 美国人就是有这个权利 所以你说有没有 有这个权利好不好 那是另外一回事 是吧 我其实是不诞成 那个那个那个公民持枪的 是吧 我跟一些朋友 比如说王建勋先生 他们就认为这是个好事 我认为不是 不过好事不好事 现在的确比较难以处理 因为 只要人人都已经持了枪 你要再进枪 就有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因为你如果人人都有枪的情况下 你要这些人把枪交出来 那很有可能就是良民都交了 但是那些 是吧 那就很麻烦了 是吧 如果你本来大家都没有枪 那你不许大家有枪 那也可以说到过去 如果大家都有枪了 你有什么办法 让大家都交出来 是吧 或者说都不拿枪 是吧 那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 你你你 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我这里讲的是 通常人们的自由 和人们的权利 都会有利于人们的福利 是吧 有利于人们的福祉 是吧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但是也有 也有例外的例子的 是吧 比如说那个滥用持强权 这个事情 到底是有 对一般的人来讲 是好事呢 还是坏事呢 这个就很难说 而且这里我要讲 包括我们现在讲的生存权 是吧 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讲过 我们像一些支持人权的朋友 有一个说法也是不对的 说那个 我们现在讲的人权 只是生存权 生存权就是租权 是不是 因为租也是生存者 我觉得这是错了 租生存者 但是它并没有生存权 因为租的生存 只是我们允许它生存 它就生存了 我们如果不允许 随时都可以把它杀掉 所以租是没有生存权的 而有生存权意味着什么呢 有生存权意味着 你不能侵犯我 是吧 你像中国以前 怎么可能说是有生存权呢 像刘少奇这样的人 贵为国家主席 他就可以被活活整死 是吧 像张自新啊 什么玉罗克 林昭啊 这些人动不动得罪了 谁无辜的就可以被枪毙 是吧 但是 这里我也要讲 没有生存权 有些人过得也很辛苦 是吧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杨贵妃就是个例子 你说杨贵妃有生存权吗 没有的 是吧 他生存者 是因为 是因为长玄宗 喜欢他生存 是吧 那个 在长玄宗一旦不让他生存了 他就是上吊去了 是吧 他完全没有自己的 他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他活着是因为别人允许他活着 是吧 别人一旦不允许他活着他只能死 是吧 他是完全没有生存权 但是人们很羡慕他 为什么呢 因为道理很简单 能够决定他命运地掌握他生存权的那个人 很喜欢他 是吧 很宠他 是吧 可以做到大家都说 不愿生男 愿生女 是吧 就是大家都很羡慕他 哎呦我这个金狮鸟过的生活 真是 那个都过不到 是吧 所以 就杨贵妃本人而言 他可以认为他比某一个有生存权的人过得还舒服 是吧 至少在皇上宠他的时候 是吧 那我们当然可以说 你没有这个权利 是吧 但是我可以给你 你没有过好生活的权利 但是我可以赏赐你一种非常好的生活 是吧 甚至比那个有这权利的人都还要好的生活 这完全可以做得到 是吧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 这个有人权就一定有好生活 没有人权就一定没有好生活 但是就概率而言 没有人权的人 一般都不如有人权的人幸福 是吧 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你不能把 完全把这两者画整号 这个也不是什么文化区别 所有的人都是愿意自由的 理论上讲 实际上都是这样 是吧 我曾经讲过一个大实话 我说 所有国世界上 无论任何民族的监狱 都是要上锁的 是吧 如果你不上锁 这些人都跑掉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大家都 都是愿意自由的 是吧 这个就那么简单嘛 但是你的确可以找到一些人 他就不愿意跑 是吧 我们以前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黑暗的时候 就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说美国有一个囚犯 行李满了 让他出去 他不出去 说他出去了 就会失业 他在这里有吃有喝的 很幸福 他就不愿意出去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人是热爱自由的 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 也不是不自由物凝死 是吧 人们除了追求自由以外 他还要追求别的东西 是吧 假如你在外面没有任何保障 外面风险是福 那你也许你就会愿意 牺牲自由去做一个 在某种被保护的状态下 是吧 你就 比如说在监狱里头 是吧 不会有人杀你 你也不会失业 是吧 你至少有饭可吃 是吧 你如果在国外 如果你到外面去 很可能你就 那个那个没有谋生的能力 是吧 所以人最重要的是 他是要活着呀 是吧 那么在所谓的不自由物凝死 绝大部分人 不在死和不自由之间 他在在在 如果要在死和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不自由的活着之间 他还是要选择 不自由的活着的嘛 是吧 人们还有些别的需要 那个那个那个追求的嘛 是吧 所以我觉得 人权是非常重要的 是吧 但人权的确不是唯一的 那个影响人们福祉的一个因素 是吧 在没有人权的情况下 如果那个 别人能够恩赐给你很高的幸福 这种 这种可能不是没有 只是 只是太稀罕了而已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而且我们 而且旁人经常会羡慕 这些 这些没有人权的人 是吧 这个也不奇怪 是吧 那个那个 你说如果 那些 唐朝的女人 如果她们能够去做 杨贵妃那样的 那你说 我觉得很多人 肯定是很愿意的 尽管杨贵妃 这个没有任何人权 那个那个可言的人 所以啊 我觉得在人们缺少安全感的时候 人们 安全是最重要的 人权是次要的 为什么以前的人们 愿意接受隔离 原因就是因为 那个时候人们太不安全了 是吧 人们对付 大部分的疾病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是吧 你也没有疫苗 也没有什么 你只能这样 是吧 那么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 随着当然也随着人们对 自由诉求的提高 但是逐渐逐渐 人们就不能忍受这种隔离了 是吧 所以你要说的话 其实老实说 中国的现代隔离制度 包括这个我讲的 两级隔离制度 就是那个防疫隔离 和治疗隔离 分开的这种制度 都是从西方学来的 是吧 甚至我们戴口罩 也是从西方学来的 我们超了人家的作业 是吧 只不过现在人家 自己不愿意做这种作业了 但是现在看看 这种作业不做还是不行 是吧 所以我觉得 其实真的要讲 抄作业 这也没什么神秘的 是吧 这个我们本来也是抄了 别人的作业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作业 哪怕就是中世纪的作业 有的时候你不抄 还是不行的 是吧 有的时候 在人类历史上很多事情 是要两害相权取其轻的 是吧 是吧 所以我觉得 对这个事情就是 我们的确是成功的抄了 中世纪的作业 而且也是应该抄的 但是这并没什么值得 大吹大轮的 是吧 第一就是这个作业本来 也不是我们发明的 是吧 第二这个作业本来就是 两害相权取其轻 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可以 是应该这样做的 但是并不值得怎么大吹 相权取其轻它本身也是害啊 是吧 你不能说被隔离是一种很幸福的事啊 是吧 我觉得这个是 就应该是这样看的 是吧 但是我们也的确看到 在该隔离的时候 迟迟下不了这种隔离的这种决心 即使下了这个决心 也经常会受到 那个那个老百姓的不合作 是吧 包括那个比如说 现在很多人骂特朗普的人 说特朗普为什么不早下令隔离 特朗普有这个宣布 那个美国哪个州哪个州 宣布隔离都是州权决定的 这个这个这个总统在一般情况下 是不能够下令说是全国进行隔离的 是吧 有在美国现在的这个政治体制下 有的地方是特朗普要隔离 然后民主党就上街抗议 有的时候是特朗普说要服工了 民主党也上街抗议 这个事情本身本身也不是哪个人能够改变的 我觉得如果民主政治它如果要能延续 你就不得不考虑这种特殊这种特殊状态 是吧 你不能假设民主制度只能够在太平盛世中运行 是吧 就是一遇到那种危机状态 你就要出问题 甚至就不如那个集权体制 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民主制度无论就公信力来讲 它是可持续性来讲 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问题 是吧 我就讲一个纯粹假设的 当然现在我们不搞阴谋论 也没有说谁要搞细菌战 但是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状况 真的如果民主国家和集权国家打了细菌战 那打了生物战怎么办呢 你民主国家给集权国家打生物战 现在看起来集权国家完全可以控制 是吧 但是如果反过来你就控制不了 那你不就完蛋了吗 那你民主制度的延续就得 就得寄希望于人家的善意了 是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行吗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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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存的民主国家 现在的民主国家 这次运行以后他们需要反思的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民主国家 怎么应付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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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积极状态或者非非常状态 是吧 嗯 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就涉及到 关于民主理论的 关于民主自由理论的一个 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群己全界 是吧 就是那个民主制度它的逻辑就是 把人们的行为分成两块 一块是公共领域的行为 公共事务吧 一块就是个人事务 是吧 个人事务实行自由原则 是吧 就是属于你的权利的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是吧 别人不能左右你 甚至多数也不能左右你 有人说民主会侵犯自由 自由会侵犯民主 我觉得这个在国际上是不存在的 因为民主制度本身就是 强调这两者的界限的 如果没有这个界限 就不是民主制度 是吧 你比如说我五个人决定就可以杀掉另外一个 哪一个国家会把这种制度当做民主制度呢 是吧 反过来讲我这个皇帝可以任意就是就是 在公共事务中为所欲为 那一般的人也不会认为这是民主制度啊 所谓民主制度就是一定要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是吧 私人领域实行自由原则 公共领域实行民主原则 是吧 大家的事由大家来决定 当然可能是在意志了 不是说每件事情都要所有的公民来参与 是吧 但你至少要有一个你公共机构要来源于老百姓的授权 是吧 就是就是你必须再有有老百姓的授权你才能做这个事 是吧 就是公共领域要符合民主原则 那个个人领域就是所谓的群体全界的己欲 这一块要要就是你的自由 是吧 或者说你有这个权利 从来都有一个灰色地带 这个地带到底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 是说不清楚的 在正常条件下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才需要有两档制 是吧 因为那个所谓的两档制 就是它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决定这一部分模糊的地方 是吧 有些的确你是说不清楚的 是吧 比如说那个那个征税 征税当然是对你的财产的一种 一种对你财产权的一种扣除了 是吧 你赚的钱就得拿出一部分来 这个不是你的权利是你的义务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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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交是要被判刑的 是吧 你交了也不是什么大恩大德的事 是吧 但是要交多少 这就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 是吧 那么左派他就喜欢扩大公寓 是吧 喜欢多收税 然后右派就喜欢扩交税 然后我扩扩提供节公共服务 是吧 那么这个怎么办 所以我就说 民主国家到目前为止处理这种方式的一个常规就是 群域要民主 己域要自由 决定群体之间的模糊地带的那种 它到底是群还是属于己 也是 本身也是群域 它本身也是由民主来决定的 是吧 比如我 大家选举选上一个右派 他就可以把那个个人领域放得很大 是吧 嗯 然后选出选出一个左派 他就有可能搞那个什么高税收高复利 但是这个东西也是由民主决定的 是吧 那么一般情况下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 有些地方有些有些问题 他的确比如我举个例子嘛 我说 呃 如果有一个人在你的耳朵边放便 炮你肯定会觉得非常愤怒 是吧 愤怒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在我的耳朵 旁边一定范围内 我有安静权的 是吧 你不能随便吵我 是吧 可是如果他在两公里以外放便炮 你能管得着吗 你当然是管不着的 但这个边界到底在哪里就很难说 是吧 这样的事儿 那么通常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 就是由民主制度来决定这两者的边界 但是有一个原则 只要你把这个事情 定为群域 那就一定要民主 是吧 比如说你可以高税收可以 但你高税收就得提供公共福利 你不能高税收拿去给皇帝盖什么旁宫 那就不是什么左派了 是吧 不是说主张高税收的都是左派 只有在民主条件下主张高税收高福利的才是左派 是吧 我们现在有些中国的左派就在那胡说八道说 皇帝恒争暴恋就是左派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把官兵民反的那些暴君各个都是左派了 那么哪能这样说呢 是吧 所以左派的含义就是说你可以把公共领域放大 但是你放大 你就得保证它的公共性 是吧 你可以多征税 但你多征税你就得 你正来的税只能为老百姓办事 不能为宠治者办事 是吧 反过来讲 只要是给予就一定是自由的 比如说瑞典它是高税收国家 它的所得税可以收到最高可以收到70% 你把70%作为公寓扣除了 就是你自己支配的了 绝不会说是 那我们现在是老实说 是吧 那个如果你要说征税 好像没有瑞典真的那么多 这问题就是你没成税的那部分 它随便都可以抢 就是这个 就是那个 己欲无自由 群欲无民主 那就那就根本就这些都乱套了嘛 是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可以移动这个群体权劫 在紧急状态的时候 一般来讲 个人权力都要缩小的 是吧 我早在30年以前 我跟杨之杜就谈过那个 用那个泰产尼克号这个例子 来说明这个问题 是吧 那么泰产尼克它碰到那个 撞到冰山了 救生艇只有那么一点 是吧 我们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潮生权的 是吧 这是生命权嘛 我们不能 我刚才已经讲了嘛 所谓的生存权 就是说我有 我有生存的权利 不是说你允许我 你允许我活 那就不叫生存权 但是在泰产尼克号 连生存权都受到限制了嘛 有些人他就规定你不准逃生 是吧 那个泰产尼克号就是俘虏优先 是吧 妇虏优先 就是那个救生船 只有那么一点 大家抢大家都死 老人小孩 父儒上传 那男子汉就死 是吧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那已经是很极端了 那把 把逃生权都给你给 都给你给剥夺了 是吧 这个这个 而且这里我要讲 这个是个普世价值 这和泰产尼克号上 到底是不是这样干的也没关系 是吧 因为现在有人说 尼克号并不像我们讲的那么高尚 什么什么也发生了些乱七八糟的事 但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故事出来以后 没有任何人说这样做是不应当的 当然他是不是这样做的你可以质疑 但是如果他这样做的 大家都认为是 大家都认为是应当的 是吧 这本身就是个价值观的体现嘛 而且这个价值观是可以实证的 赛产尼克号 要扩大群域 他就等于是把这个生存这个东西 当做一个公共事务来处理 是吧 就是就是 俘虏优先 符合公共利益 那就这么做了 是吧 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逃生的权利 你就放弃了 对于那些男人而言 是吧 他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理论上讲最好是 召集所有的乘客开一个会 是吧 我们现在救生挺不够 是不是这样做 大家讨论半天 按照现在一般处理的方式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要不要搞税收 搞福利啊 什么什么就是得这样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就是船长决定 是吧 那么船长决定大家也都接受 因为大家都相信 这个这个这个做法是对的 但是大家为什么会相信呢 这一点就是船长本人也是在牺牲之列的 是吧 你可以想象如果船长说 你们都不能上救生艇 只有父母才能上 但他自己给自己留了一架救生艇 是吧 或者说他把他的亲朋好友 都都安排在救生艇上去了 大家还能接受这个东西吗 是吧 所以我觉得啊 在这种状态下 大家能接受这种钻断的一个前提 就是钻断者不能在这其中获得任何的利益 是吧 原则上你也是要被牺牲的 是吧 如果你不能被牺牲 至少是你不能牟利的 如果你牟利 你就你就你就 你就没有了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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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 所以我说 采取这样的方式 你是不能要求老百姓感谢你的 是吧 而且这种紧急状态啊 它还有不同的类型 是吧 我觉得 这个我们常见的紧急状态中 有一种就是战争 是吧 这个战争这个紧急状态是 这里我要讲 所有的紧急状态都是对人权的限制 或者也可以说是对人权的侵犯 是吧 嗯 关于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我们中国和西方在这次抗议中 都有很多所谓的金句 是吧 很有意思的话 是吧 在中国就有这个说法嘛 说没有404哪来的4月4 是吧 就是那个清明节最悼念那么多的人 还有什么 没有风口哪来的封城 什么 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很挖苦的这个说法 就是我们这个体制的能耐就是给世界拉了一大泡尺 拉了一大泡尺 然后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擦屁股的能力 但在西方也有很多笑话 是吧 有很多什么什么 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什么 隔离人权没了 是吧 不隔离人权没了 就是隔离的话就是那个 Human rights就没有了 如果不隔离的话那人都死光了 哈哈哈 还有什么 什么隔离ICU 不隔离就是ICU 如果隔离我还能够看得见你 是吧 如果不隔离的话 你就进了重症监护死了 是吧 诸如此类的 这个其实就是说明那个那个 这种处理紧急状态都是要侵犯人权的 讲的简单点就是就是你平时有的权力 你现在就不能再有了 但是不能再有的这部分权力啊 还是不同的紧急状态下面还是不同的 战争这种紧急状态的一个很 还有几个很突出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战争是有胜负之分的 是吧 你可能会打败的 是吧 那么你有胜负之分 是吧 这是这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战争可能是有战争红利的 是吧 就是就是你你如果打胜了你可以比如说可以得到领土可以得到赔款 或者可以得到什么自由啊独立啊尊严啊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总是有好处的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战争是有敌人的 是吧 但是那个自然灾害就不是这样 像蔡坦尼科号啊像什么包括抗议也是也是这样的问题 是吧 你说你的敌人是谁啊 我这里指的敌人不是个形容词 是吧 你当然可以说疾病也是敌人 是吧 但我这里讲的敌人是指有意志的敌人 你说对的 是吧 那这人你你自然灾害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是吧 你而且也不存在着你打败了他的问题 因为他是无意志的嘛 是吧 你能够向细菌去要要要赔款吗 你能够向他去要领土吗 你能够要他向他去要什么自由啊尊严呢 这些东西都没有的 是吧 防止自然灾害唯一的目的就是少死人 是吧 就或者说就是代价最小 你反正都是赢的 是吧 任何一场自然灾害也好 那个那个瘟疫也好 从来没有打败过人类的 是吧 从来都是人类打败了他 当然你说有的成功有的没成功 成功不成功就看你死人多少嘛 但战争就不是这样 是吧 战争 现在很多人说战争也要追求代价最小 战争是要追求代价很小 但这绝不是最重要的 战争是我们胜的呢 是吧 中国人死的比日本人多的多的多 是吧 你你美国战争 苏联人也死的比德国多的多 那越南和美国打仗就更不用说了 越南死的人比美国多了二十倍都不止 是吧 那你还算是打仗了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他有别的东西可得嘛 是吧 是吧 他有一些别的什么什么领土啊 统一啊 什么什么独立啊 这些东西可得嘛 但是你这细菌来讲 这些都没有的 是吧 你抗议唯一的目的就是你活下来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第一是他是没有战胜战败的风险的 第二是他没有战争红利可 可劳的 第三他是没有敌人的 是吧 或者说是没有有意义 有意志的敌人的 是吧 那么这就决定了他跟这种紧急状态 当然有紧急状态有共同点 就是很多权力里平时有的都没有了 但是才有的情况就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战争状态 他对人的物理移动的限制 远远没有抗议那么厉害 是吧 无论怎么打仗 都不会把每一个人都关在这楼里 头不让出来 这从来没有的 是吧 但是你抗议就有可能这样 因为他防止你两个人聚集都不行 暂时也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抗议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用抗议这个紧急状态来取消言论自由的 是吧 所以言论自由不在抗议的管制范围内 但是战争就有这个必要 是吧 因为战争涉及到太多的军事机密啊 什么什么这一类的问题 而且战争还有个问题 就是敌方可能有意思地散布某种谣言 是吧 他就诚心要整理 要什么什么 所以战争时期即使是民主国家 有的时候也要管制舆论的 管制舆论无非就是两条 一条是害怕恐慌 一条是害怕泄露机密 但是这两者都是要有敌人的 是吧 你自己人之间传播的消息 一般来讲是没有什么恐慌不恐慌的 但是敌人就有可能 是吧 但是对于抗议来讲 你说我向谁泄露机密呢 我向病毒泄露机密 根本讲不通的嘛 对抗议而言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国防机密可言的 是吧 而且看病毒 我们现在任何言论都不可能是病毒散布的 是吧 这个也没有必要去 病毒根本就不会说话 你也没有必要去什么什么实行什么言论管制 其人讲的会造成恐慌 我觉得这一次西方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证明言论自由根本就没有造成恐慌 是吧 而且我们像经常讲 现在西方失败的一点 就是他们太麻痹大意了 太不当一回事了 说西方人的心真大 根本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不把这当 如果西方人真的是恐慌 那就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 是吧 西方人长期 这个很晚很晚都没有什么人把这个当做一回事 但是各种各样可怕的 关于那个疾病的那种说法 在西方到处都有人讲 但是人家没什么 人哪那么容易恐慌的 是吧 搞成这个样子 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也都知道啊 是吧 也没有谁对他们封锁消息啊 而且他们 美国的吹哨人也多得很啊 是吧 而且我这里要讲 政客容易说谎 西方政客也免不了 是吧 中国 中国我就不说了 西方人也 但是西方人 他就很难封别人的嘴 是吧 那我们这里就不一样了 是吧 你在美国吹哨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当然有一个 有人说是不行 就那个航空母舰 那个罗斯福号的舰长 那当然是涉及到一些军事机密方面的东西 纯粹只是和防御有关 那是从来不可能封你的嘴的 而且不封你的嘴也没有造成任何问题 是吧 大家都恐慌一点 对于美国来讲是好事啊 是吧 像美国人都大而化之的 根本就不遵守你什么隔离什么什么 但是没有啊 这证明 言论自由根本就不应该限制的 是吧 但是物理移动 显然要受到甚至比战争状态更严格的限制 是吧 那么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 由于战争是有胜败风险的 所以一般来讲至少在战争期间 对于这个独裁者是不能进行问责的 是吧 因为他要承担风险了 他要做任何事情 但是防疫是没有这一点的 所以对于这种抗灾什么什么 任何国家在这个期间 更大的权力 但是他也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是吧 人们对他的问责是 从来都是可以进行的 是吧 你有权力 有权力的结果你就有责任 而且这个责任是随时可以问的 是吧 他不像战争期间 你即使问责也得打完仗了以后 这个这个因为你 因为你有可能就打败仗了 这个这个对于来讲是有风险的 是吧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我刚才举了泰坦尼克号的那个例子 也说明一点 就是 战争英雄 哪怕一将功成万古枯 他作为战争英雄 得到人们的尊敬 获得很多好处 也是应该的 是吧 民主国家也有这样的例子 什么戴高乐了 华盛政了 格兰特了 艾森豪维尔了 是吧 他们都因为打了圣仗 当了总统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他们也是一将功成万古枯啊 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个里头的道理很简单 因为战胜 给 这些人带来的好处 是吧 那的确是这个我们得到了领土 得到了赔款 得到了自由 得到了什么 反正总而言之 得到了很多 那我们完全可以 那那那既然大家都有所得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那我们就是 捧一下他 或者说他也得到一些好处 这是应该的 可是在抗议这种问题上 是没有人有所得的 是吧 你要说牺牲的那就死掉了 没有牺牲的 我们也被关了三个月 有的人工作丢了 有的人什么 你说谁谁得到了好处 当然也可能有 卖口罩的什么什么的 但那些好处都是说不出口的 是吧 那个那个理论上讲 是不应该有人得到好处的 只有吃亏多少的问题 是吧 那个那个死的人就死了 没有死的也给关了几个月 是吧 我们为这个应该感谢谁呀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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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就是为了感谢我没死 是吧 难道说本来我就该死的不成 是吧 所以这个没有理由去感谢任何人 是吧 泰坦尼克号的团长是应该感谢的 是因为他也死了 是吧 那么如果他没死 或者说他坐了个船跑掉了 那那大家骂他来不及呢 那哪有人会 会去歌颂他呀 但是他如果打败了敌人 那没有没有话可说 是吧 他如果领导我们这个船 比如说泰坦尼克号是一艘军舰 是吧 他如果把 打败了 那即使我们军舰死了一半的人 那大家还是把他当英雄 还是把他当那个那个 那是可以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状态 是一定要区分的 是吧 这个你不能说 只要是紧急状态 你就可以乱来 是吧 紧急状态 是要牺牲人权的 是吧 但是牺牲人权也有各种各样的规则 是吧 这个一个正常的国家 对抗议这种紧急状态的 什么地方应该牺牲 什么地方不应该牺牲 以及这些有权力的人 他是不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等等等等 都应该是不同于战争状态的 这是一点 最后一点就是 那么民主国家究竟怎么应付这种非常时期的紧急决策呢 是吧 就是这种群体全界需要调整 至少是几遇要压缩 但是压缩又不能通常的按照民主的渠道来这么来不及 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也不是个新问题 民主制度从古希腊人开始就不断的碰到这种问题 以前他们处理这种问题是有做的很成功的例子 最典型的就是就是古罗马的狄克推特制度 是吧 就是一旦到了打仗的时候 平时他是共和国 但是到了打仗的时候就临时中断共和 是吧 然后弄一个什么军事独裁官 是吧 他让你独裁半年 是吧 你这半年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元老院和罗马人民都承诺 是吧 这一点和抗议不一样 但是抗议在进行过程中就可以对你进行问责的 但是他们是规定整个战争期间 整个这个期间是不对你进行问责的 而且即使打完仗了 对战胜战败当然是可以有讨论 但是对你的行为也没有也不激 因为你是有权利这么做的 是吧 有这样的这种极客推特的这种规定 是吧 而且但是他他没有同时进行问责的限制 但是他有时间的限制 就是你半年以后你就得交权 如果半年以后战争还没结束 那就再次授权 是吧 但是你半年以后 你理论上讲你是要交权的 是吧 或者要进行一个再授权的一个 一个一个手续的 是吧 后来就 而且罗马人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这个制度和那个奥特克拉斯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罗马人他们当时和波斯帝国对立 他们知道波斯帝国是个专制帝国 是吧 那么专制帝国肯定不是奥特克拉斯 是吧 这个词就是从迪克特多来的 是吧 而我们把它翻译成专政 没有说是专制 或者也就是说迪克特多不同于奥特克拉斯 本来的含义就是这个 是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 当然我们不管怎么评价马克思 马克思有一个概念叫无产阶级专政 讲过无产阶级专制 是吧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吗 马克思从来不认为无产阶级可以在和平时代 在搞那个独裁的那一套 是吧 但是马克思当时有一个事实 有一个现实情况 就是马克思恩格斯 尤其是马克思活的时候 欧洲绝大部分所谓的民主国家 都没有实行普选制 他们实行的都是财产资格制 是吧 就是只有有钱的人能够投票 没有钱的人是不能投票的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那个时候的无产阶级是没有民主权利的 是吧 我们现在经常滥用一个词叫 资产阶级民主 其实马克思从来没有讲过普选制是资产阶级民主 但是欧洲的确存在着资产阶级民主 就是那个财产资格制 是吧 只有资产阶级有民主权利 无产阶级是没有的 那种情况在欧洲历史上是有过的 我们现在还有些朋友说普选制是不好的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是吧 但是至少这些朋友也知道 这个民主制也不等于是普选制 是吧 曾经有过只有有钱人才能投票的那个制度 那么没有 那么无产阶级没有民主权利怎么办呢 是吧 所以马克思那个时候是主张暴力革命的 这一点是很简单 而且他所有提到专政都是和打仗有关的 是吧 从来没有讲过 马克思本来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也就用了那么几次 从来没有把他张口闭口地在那里讲这个事 他讲的这几次都是和战争有关的 有一句话是什么 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五年十年甚至五十年的内战才能获得解放 这是马克思的原话嘛 是吧 那你当然 你内战期间就是得有专政嘛 所谓的专政实际上就是共和的临时中断 是吧 但这个中断是暂时的一种行为 是应付一种紧急状态 是吧 但是到了列宁时代这个概念就完全变了 因为列宁他在1902年党章里头列入了无产阶级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 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什么什么 德国社会民主党 都没有把他列进党纲的 但是1902年有个社会民主工党把他列入党纲 列宁做了一个说明 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列入党纲呢 是因为我们在俄国肯定是不可能得到多数的 他这个话就讲的很明显 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多数我们就不需要专政了 是吧 这个所以民主专政这个说法根本说不通的 只要有民主他就不可能有专政 是吧 列宁就讲 说说我们是肯定不能得到多数的 他的说法就是 我们是代表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太少 他说我们俄国大部分的人是农民 农民是保守啊落后啊反动的 是吧 他说无产阶级只是少数 是吧 他说欧美可以不要无产阶级 那个时候他是这么说的 后来就不是了 他说美国就可能不是这样 因为美国工业化很发达 什么什么无产阶级是多数 是吧 那很有可能我们就能够拿到多数票 那我们就不用搞专政了 是吧 但是俄国不是啊 俄国无产阶级很少 大部分的人都是农民 所以他说我们要搞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话就是说 他和暴力和打仗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谓的专政指的就是 我就是要用少数先进的人来 统治大多数蠢货 是吧 简单点就变成这个 他就和马克思讲的专政 完全是两个概念 而且 因为你们和平时期蠢人也多嘛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优秀分子很少 他还讲过另外一句话说 战俄国就是六十个农民 必须无条件的听十个工人的话 就是 就那话他讲的很明显了 就是要搞常态的专政 他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是 就是autocracy了 是吧 就是这个和和战争不战争 有没有什么关系的 是吧 但是他这么讲了以后 迪克特特这个词 就被他污名化了 是吧 以后这个词就变得非常邪恶 是吧 现在甚至全世界连共产党 全世界现在没有改名的共产党 还有若干 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哪个 把专政列到党缸里头去的 是吧 因为这个词太难听 太 那个 那个 给列宁糟蹋得太厉害了 正真想 如果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 他本来就是为了解决民主制度或者共和制度在紧急状态下做临时决策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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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段 是吧 我觉得 这个民主制度如果要长期延续 他一定得考虑处理危机的机制 而目前由于民主制度高度发达 他在处理这些问题上 的确是有很多的缺陷 是吧 那么通过这场抗议啊 我觉得 呃 作为民主制度的支持者 是吧 肯定是要进行一些反思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呃 呃 但是这里有一点 处理紧急状态的这种权力 他绝不能常态化 是吧 如果一旦常态化 那就变成autoclassy了 是吧 那么因此这个呃 呃 这个这个这个民主制度要做到的两点 就是他要建立一种处理非常时期状态的一种 一种一一一一一种一种临时授权制度 是吧 第二种就是他要防止这种临时的 权力的常态化 是吧 那么这个是我们全世界都应该反思的 对于西方来讲 就是他怎么才能够保留一种类似于dictator那样的那种临时权力的问题 是吧 不至于一碰到那种紧急状态 就是就就就就就没办法处理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 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防止 那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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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什么dictator而是autoclastic的问题 是吧 就是说即使我们平时就已经是autoclastic 但是我们现在呃 呃 由于应付这紧急状态又增加了很多权力 那么已经正 现在新增加的这权力 不要让他常态化 是吧 就是中国有中国人有权力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是吧 有权力呃 恢复一种正常的那个那个人权 是吧 即使在中国的这种水平之下 我们也不能人权越来越少 对吧 那本来就很少 但是也不能越来越少嘛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还是 呃 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必须 呃 通过这场防御 要有所反思 要完善 呃 要要推进我们的制度改革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呃 呃 期待全球化 能够在这个疫情之后 有一个比较啊 呃 呃 它的成果能够保留 是吧 因为 我觉得这不是哪一个国家和哪一个国家之间的 是吧 实际上通过这次疫情可以看出 呃 实际上 两边的制度差异是非常之大的 是吧 而且这次抗议也是 它的那个所谓的 所谓的那个成效的分析 其实就是这两者的分析 呃 而且我这里要讲 的确在这个环节中 呃 激人权优势是一种真正的优势 是吧 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常态的东西 是吧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问秦辉老师 通过对这次疫情的观察 我们必须承认 威权主义的社会管理体制 比起自由主义体制 在危机处理方面有优势 我们怎样反驳 认为威权主义整体上 优于自由主义体制的主张 谢谢 呃 嗯 我觉得西方啊 也是冷战以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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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这些本来他们会的这些东西 都给 都给忘掉了 呃 呃 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确是应该补补课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奇怪的 因为刚才 我已经谈了这些问题 是吧 就怎么处理紧急状态 实际上他们以前是有很成熟的呃 呃 做法的呃 呃 但是你这个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实际上我们甚至也可以承认 不仅在处理紧急状态上呃 呃 威权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比民主制度有优势 这个呢 这个所谓的优势说穿呢 其实就是不择手段对自我限制的优势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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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等条件下,呃 呃 就是假如你的其他实力都一样 那当然你是呃 呃 有很多限制的,她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你本来就比他要弱,是吧 我觉得呃 呃 从这个人类历史发展而言啊 如果你把人类历史完全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读 人类是没有进步的希望的 也不是现在没有 由于自古以来就没有 因为野蛮战胜人民的例子太多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世界还是文明好像比野蛮还是有优势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一种解释就是 人类社会不是一个物理过程 它还是有冥冥之中有某种 有某种不可言说的力量的 这涉及到宗教我就不说了 另外一个最近200年的这个事情 完全可以解释为 自由民主制度在创新方面有优势 也就是说你不要说应付疫情不如专制 你就是打仗 如果你真的是完全用一样的武器 民主国家能不能打败希特勒 都是个问题 如果国力一样 国家能不能打败希特勒 都是一个问题 但是至今为止的历史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那个民主国家由于它有一个 由于它有一个能够激励创新的机制 所以在最近200年中 先进技术都始终是在民主国家 或者说自由国家这一面 以后这种机制对于创新的激励 我觉得也不会改变 但是现在有一个 现在有个很不可预测的 就是随着信息社会的传来 随着信息社会和传球化的进展 创新的转移和仿效变得非常非常快 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 那个更文明的体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以前它靠比你先进的技术 包括武器 包括各个方面 现在它也比你更能创新 问题是 你的创新它很快可以学 而它的低人权优势你又学不了 所以在这种问题上 你必须有不断的创新 而这个不断的创新 本身是一个不可预测的 那个卡尔波普就曾经说过 历史不可预测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创新不可预测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的确是一个 一个问题 我们只能通过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秦惠老师 第二个问题 群友提的第二个问题是 严富的 这叫群己权 群己权 借论 对 的援助 约翰 密尔是功利主义者 功利主义者认为 伦理根基是最多数人的最大的善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知道 这种逻辑 恰恰会导向集体主义 进而走向自由的反面 怎么解决这一矛盾 谢谢秦惠老师 我不认为有 我知道你讲的这个 也很多人都这样讲 也的确有一些 现在 在国外也被称为所谓右派的人 对 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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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尔有这样的批评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本身它是 在逻辑上是 没有问题的 因为 所谓的大多数人的利益 它有两个含义 一个含义是 大多数人的利益 和个人的利益 是有冲突的 那么这个冲突 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个在几界这个问题上 是吧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啊 我觉得 在群界这个问题上 是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 按照多数人的利益来判断 是没有什么 可质疑的 因为你总不能够说 是按照少数人的利益来 来判断 这些场合 在另外一些场合 这个整体的利益 实际上就是 个人利益的一个总和 也就是说 不是说穷人的利益 就会影响富人 富人的利益 就会影响穷人 而是不管穷人 和富人的利益 它都是推进了 整体的利益的实现 比如说 经济学上的 所谓的效用价值论 效用价值论 就是主观价值论 实际上强调的就是 每一次交易 使得这些人感到 感到一种满足 是吧 这种满足 是对双方而言的 因为只要有一方 觉得交易是不合算的 他就可以终止 他就可以不交易 是吧 所以这种交易 是双方肯定都是 至少就这个交易 本身而言 是都得利的 那么按照效用价值论的判断 就是 就不可能有 这个所谓的多数人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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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利益和 这里就体现出 这个 权借的重要 对吧 因为这里头的 这里头的 一个要把握的 就是 到底什么是群域 什么是几域 我觉得就 密尔本人而言 他并没有 无限扩大群域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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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说 密尔的这个说法 就一定会导致 集体主义 这个也不见得 而且 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不能说 集体主义也不对 因为你 至少在群域中 多数决定 我觉得还是对的 是吧 那个 当然你不能说 多数决定 就把少数人发言的 那个 试图改变 多数的 那个 那个 那个言论努力 都给取消了 那肯定是不对 是吧 但是你说 比如说公共决策 如果要投票决定 你当然是只能 按照多数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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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判断 不是什么事情 都可以投票决定的 比如说 我想跟谁结婚 这个事情就不能 就不能 大家投票 来决定 是吧 那如果大家都可以 自由决定 和自己的 意中人 结婚 我觉得这不存在着 什么多数人的 福利和 和少数人的 那个福利有什么 有什么冲突的问题 密尔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他并不是 所谓的 我们现在讲的 所谓的左派 那个那个 其实批评 密尔的人中 也有不少 左派 说他是什么 资产阶级 什么什么 总体来讲 密尔的观点 尤其是被严妇 所经验了的群体 全界 这四个字 是任何 广义的自由主义 广义的自由派 我这里讲的 广义的自由派 包括社会民主派 在内 谢谢秦桐老师 下一个问题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 推行自由主义的 一个可能的后果 是得到一个个 原子式的个人 因为我们除了家族主义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 组织化的观念资源 而且 有私似乎是自觉的 压制体制外的 组织化力量 我们知道 一个社会的民主化 仅仅有消极自由 是不够的 而且组织化 却是实现 积极自由的必要条件 中国社会可选择的 组织化观念体系 有哪些 谢谢秦桐老师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很反对 用所谓的 自古不变的文化 来解释什么问题的 我觉得这样 就完全卷入一种因果循环 你说什么事情 做不成 是因为什么文化 那个文化又怎么造成的呢 那就是因为有制度制约造成的 我觉得这样就变成车轱鲁化 反而就变成那种循环论证了 是吧 你讲的那些 所谓的中国文化 其实都是专制的结果 取消了专制 大概就没有这种 所谓的文化 任何人都有 自组织的本能 这是人和其他动物所不同的一点 我想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不 在正常状态下都不希望生活的 都不希望过鲁宾训式的生活 也就是说 人是一种合作的动物 西方人是这样 中国人也不例外 至于中国人合作的方式 现在被限制的很死 以至于中国人好像只能 比如说和亲人啊什么什么 这个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因素造成的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文化 因为我反对文化决定论 但是并不忽视观念的作用 我所反对的文化决定论 只是讲的 只是指的这么一种现象 就是有人认为 中国人注定会有某种观念 而西方人注定不会有这种观念 比如说西方人注定他们有民主观念 而中国人注定他们有专制观念 这个说法我是反对的 但是你说民主观念和专制观念 本身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这制度 而且它跟制度之间有互动 这个是一个常识 我想谁都不会反对 只要是专制制度 它都会 只要是专制制度 它都会形成适应于它的那些观念 它都会抵制危害它的那些观念 中国人是这样 西方人也是这样 你说那个奥斯维辛中的那些犹太人 假如说中国人有奴性的话 那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犹太人 奴性难道不更厉害吗 他们走向那个焚尸炉 明明知道要死也没有什么反抗 但是你能说这是一种文化吗 它在那里头就只能这样 你在那里头恐怕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我觉得 我认为如果要说文化 就是假如说它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 选择了这个 而不选择那个 那你可以说的 那就是文化 但是你如果只能是这样 那就和文化没关系了 比如说我爱吃西餐 你爱吃中餐 但是有一个人就拿枪逼着我 只能吃西餐 这有什么关系 来了吗 谢谢秦辉老师 我觉得文化决定论 它的本质上 它不是说观念决定论 它是说民族性决定论 如果你说思想很重要 这个我并不反对 关键在于你不能说 只有中国人会有某种思想 而西方人会有另外一种思想 这个我觉得无论从理论上 还是从实践上 都是说不通的 当然在中国某种思想受到压抑 某种思想受到鼓励 而在西方就不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就是 就是制度的问题了 而不是什么文化的问题 谢谢秦辉老师 下面再有一个问题 是这次东亚几个国家 明显好于世界其他地区 疫情啊 而东亚这几国是两种体制都有存在 东亚民主国家或地区的疫情控制的都很不错 即使是韩国初期很艰难 而一旦开始采取措施 疫情也在短期内得到了显著好转 这是否可以说明不同文化对疫情的影响 要大于体制的影响呢 谢谢秦辉老师 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回答过了 我并不认为有你讲的这种差异 其实韩国和日本 第一日本现在实际上那个有第二波的趋势 并不见得就是一定能够怎么样 至于韩国它是最早感染上这个事的 它也理所当然应该比较早的解决这个事 如果它一直没有这种问题和欧洲同时发生的话 那它现在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如果你看看那个1月23号前后 中国人在网上对这些事情的反应 你就会知道中国人其实就本质而言 那个假如没有强制的话 他们的行为方式是怎么样 其实也很难说的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文化的区别 坦率地讲 我本人就不喜欢戴口罩 如果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强制性的规范的话 很可能我也就 不是总是戴着口罩